那五千七百万的经费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选 我非常有把握 信誓旦旦说有拿钱就退选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震 被曝抄袭 还拿五千七百万的研究费 让张善震气炸了 洪基出面投标 出面签约 钱怎么进到我私人口袋呢 这是企业里面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能热落到我私人口袋 强调绝对没拿一分钱 张善震还发文 附上自己过去在洪基的照片 说永远感念老冬家洪基 对老冬家只有无限感激 却因为选举害他被拖下水 要绿营冲着他来 别伤害本土企业 非字抹黑洪基 难道下一次就是Google了吗 这个计划其实执行是2007年到2009年 横跨扁政府跟马政府 两个时期 那时候的农委会主委 书家权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案子 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个案子 他怎么可能不会报出来 说要是有问题 当初民进党怎么会放过 蓝营内部也有声音 要宏击创办人施政荣出来说明 就能真相大白 这是专案计划扯到选举 恐怕是有理也说不清 TVB 新闻林毅杰勒立权伟家 协商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